第一次到现场的时候 所看到的是一种相对比较荒芜、萧瑟的一种状态 整个环境空间它紧连着一条轨道 每隔几分钟能够感受到火车经过的一个情景 这个项目场地是在北京东四环的边上 它是由几条客运跟货运的火车轨道经过 所切割出来的一个城市的边缘地带 在我第一次到现场的时候 它让我想起了贾商科的一个电影叫《车站》 可能是像70年代的山西的某个县城这种感觉 因为大概每个五分钟火车经过 所以有巨大的声音跟震动 普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地方不太适合居住或者工作 这原本是一些货仓 逐步地被改造为群租房 那么在里面有一些低收入的工人 也有一些创业工作者 艺术家 在一个社会底层的一种自发的一种生命地在里面 整个园区大概是有五万平米 A区是它的一个公共接待展示活动的一个区 我们做了一个拱的金属屋面 那么上面做了三条天窗 所以整个空间是存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结构 跟光线的一个表现 最重要的一个空间就是这个车站 这个车站的空间它紧邻着一条轨道 大概在每几分钟你会听到一个火车轰轰轰的进步 带着一种身体可以体验到的振动感 我想这几年陪伴着我的四个小孩的成长 对于一些超现实的层面的东西 会更敏感一些 那么所以在构想的时候 我会想到像鲨鱼 像星球大战 像火车 等候大厅到车站这个空间的序列里面 我做了一个弧线跟一系列的这种像鱼鳃的这种窗 整个形态有这种鲨鱼它鱼鳃的可呼吸的一种感觉 B区是让创意工作室或者一些导演工作室进来入住的一个工作的空间 能够在短短的十二个月的时间 看到原本的一个废墟被重新改造为充满活力的一个新的空间 作为一位建筑师 我还是觉得蛮欣慰的